實際上當然它的概念邏輯跟三米符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是我們自己要把它寫出來的 那怎麼寫 1 我剛剛講過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判斷 if sales 的 A 欄裡面 前面兩個字用 LAT LAT 這個儲存格夠點2 如果等於產線的話 就是抓前面兩個字 那我就把這個 C 欄的資料把它做累加 所以關鍵在累加喔 那怎麼樣累加 在 VBA 裡面如何把我要的東西暫時先存起來 下一次再把它加起來 再下一次再把它加起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部分喔 大部分可能你們都看得懂 但是呢 就是累加的那個部分 可能你們前面沒有學過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再多加一個 所謂的這個累加的這個部分怎麼撰寫 那當然第一個啦 一樣先找到你的專案 一定是特別說你不要寫到別人家裡去喔 因為我們開兩個檔喔 你記得要開這邊 然後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裡面一樣插入一個 SUG 名稱隨便啦 反正我叫產線人員工資之合好了 這樣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呢 因為我要累加 所以我在第一行的地方 多增加一個變數 叫 SUM 那這個 SUM的名稱自己取的 你也可以取別的名稱沒關係 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我叫 SUM 等於零 意思就是說 我先把這個變數裡面的初始值用零 那你這個 delete是非常沒關係 因為初始值裡面就是沒有 裡面就沒有 所以那當然我習慣先讓你們知道 我先產生的它囉 那再來做什麼呢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不過這將來可以改成那個向下追蹤 如果它裡面的 A 欄 的前面兩個字 有沒有 lapser if lapser 這個前面兩個字 等於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 等於產線 這兩個字的話 那中間這個是一個邏輯判斷 ZEN做什麼呢 幫我累加 特別重要累加的寫法就是 把後面的東西加起來之後 暫存在前面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會怎麼run呢 裡面原來是0對不對 當我第一個找到它 4903 它就會怎麼樣 把4903加0 加完之後呢 存在前面 所以SUM這個時候呢 它也變4903了 OK 大概這個概念要有喔 後面是計算 計算完的結果呢 丟到前面去喔 有很多同學 可能因為以前學的數學 造成你學程式的障礙 因為完全邏輯不一樣 以前是1加1等於2是跑到後面去 現在當然有顛倒喔 是計算完的東西丟到前面 兩方 兩邊是顛倒的 特別重要 這個程式不一樣 那我就是再來往下 3906 那因為SUM已經是4903 所以呢 4903再加上3906 加完之後 再幫它存在前面 它又存起來了 所以一直存一直存 最後呢 已經跑完了 它就會直接把這個SUM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的位置叫12 所以就是Range12等於最後加總的結果 就把它輸出了 OK 不過現在跑太快了 你可以按F8 我先出 這個時候呢 上裡面是不是沒有東西 然後呢 我們就是For I 第一個是不是 先把那個Sales 因為I等於2 A2裡面的東西 它是不是產線 所以切前面兩個字 前面兩個字 是 所以它會跑這個邏輯 進來之後 上面現在等於0 可是這個的C欄裡面的資料 是4903 所以它幫我把它加起來之後 存在前面 所以存在前面之後呢 那上面現在等於4903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然後NATS 下一個 下一個是不是不是跳過 所以你會發現下一個是人事部 跳過了不加 再來下一個是不是 下一個就產線2 所以就把3906跟剛剛的4903相加之後 丟到前面去 所以加起來之後的話 8809 應該可以理解啦 我是覺得這邊會特別講 主要因為前面太多同學 對這個概念好像就會一直不能夠理解 那如果你這個概念不理解的話 你可能很多後面的程式就不用寫了 這個地方就是幫我們把需要的東西累加 所以累加放哪裡 累加放在3裡面 所以基本上就會一直往下跑 判斷完看看是不是不是的話就跳過 是的話呢 再幫我加 所以產線1 這個又是了 所以基本上4245 又加這個 所以一直在一推 全部一直跑跑跑跑 等到跑完了 跑完之後的話會怎麼樣呢 再幫我把結果 累加的結果 23884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 丟到這個儲存格的概念也是一樣 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去 應該可以懂吧 因為有很多同學奇怪 我一直認為是應該你會知道